好晕啊 姑娘好兴致啊 在这里听曲曲叫 公子不也还没睡 在这儿看人听曲曲叫吗 桂庄欢声笑语 公愁交错 在下在隔壁里 可避呀 听得心里直痒 又未得到邀请 自然睡不着啊 想必是邀请公子来 公子也没脸来吧 我为何没脸来 我可是你师父的贵客 公子应该知道的 我是要靠那摊子重返云锦庄 差一点全让你给毁了 看来你丝毫不知错呀 你师父 是让你把这些衣裳卖了 又没规定不许你抢他的客人 而你 却在街上摆摊 演着拙劣的把戏 就不怕 败坏了云锦庄的名声吗 你不用安慰我了 他才不喜欢我呢 他若不喜欢你 怎么会让你整日 跟在他屁股后都转悠 他说过的 我现在太过于大大咧咧 要跟我做一辈子好兄弟 他真这么说 去 你干吗去 找他去 现在啊 他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吗 兄弟告别在即 让他陪你喝酒 那你想说什么呀 你别吞吞吐吐的怪吓人的 我说不出口 你怎么就说不出口了 我 你想说什么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统统告诉他 酒 酒 酒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酒啊 没意的酒啊 你别乱动 家伙他肯定以为我偷的 偷就偷了 反正要离开云进庄了 你干什么呀 你搭晚上的 你别喝了 这可是烈酒 你不要跟你说 你说呀 你别喝了 你醒醒呀 袁翔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哭了 整天 我今睡到现在 我忽了考试 是 完不成订单 那可就凭不了修女啊 妈呀 那你这几年不是白学了 来 我逗你的 你的订单我都替你完成了 什么 你们替我做了 你们拉了多少订单啊 多得你想都不敢想 霓裳怕你着急 就让我先回来告诉你 你怎么又哭了 霓裳设计那个修册子上面 有很多的样式 本王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王爷请讲 在此处停留甚久 还未曾穿过云锦装的衣裳 也算是汗室一见 不知姑娘是否愿意 为本王做一套冬衣呢 恕霓裳斗胆 为王爷量体 王爷来这儿 王爷请抬手 王爷请抬手 王爷 他说不可可可是